大家好 各位老板大家好 我是北京土著章布宏 那么今年呢 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 那么今天为了铭记的历史 为大家带来的是 老板门店部队锅 老板门店部队锅需要什么材料呢 午餐肉一盒 豆腐一块 肥牛少许 鸡蛋两个 辛拉面一包 辅料 香菇几朵 葱一根 辣椒一根 蒜几朵 韩式辣酱 讲到不对关呢 就不得不说到 Spam的午餐肉 1937年 赫米尔公司首次生产了 Spam午餐肉 这种当时唯一一种 不需要冷藏的肉质加工食品 迅速风靡了 大萧条后的美国穷人阶层 二战爆发后 Spam午餐肉以其低至10美分一罐的成本价 成为了美军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据统计 赫米尔公司在二战期间 总共生产了几十亿罐的午餐肉 来供给美军的前线部队 可是对于吃惯了牛排的美国大兵来说 这午餐肉的味道啊 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二战结束以后 有一次我遇到赫米尔公司的老总 我说 嘿我的老伙计 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们的午餐肉吃起来就像是 一坨翔 他说 哦你这个沙滩之子 你懂个忙 首先甜酱一勺 摆中间 午餐肉 豆腐 肥牛 年糕 辛拉面摆在中间 打上料包 辅料 香菇 葱段 蒜片 加水 再打上一个鸡蛋在中间 韩国料理当然少不了韩国泡菜的加持 几年后 朝鲜战争爆发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美国大兵呢 经常把吃不完的午餐肉 随意丢弃在营地周围 附近饥寒交迫的百姓呢 却如获至宝 把捡来的午餐肉和泡菜 年糕等等一起煮成大材烩 这就是今天部队锅的由来 想想美军如此优越的条件 却依然被我们的志愿军赶回了三八县以南 大火煮十分钟 开锅啦 尝尝正宗的老板门店铺裂锅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哟 人生在世吃孩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为了